如果是海的話 我就是住在海邊的人 如果是我身上的話 我就是住在海上的人 我就是住在海上的人 在那裡有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 所以這四人都坐在那裡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們台灣的國王 王瑞峰 這輩子我幹音樂都是在 都是在體驗 一直在學習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不管是任何場合 因為我後來就讀了實力初中 上半學習就被Fly掉了 後來就因為經過朋友的介紹 帶我去夜總會的舞廳的時候 去當學徒 所以要收譜 要收樂器等等 幾乎這些樂器我都摸了一下 那個鼓是最高的 大家都覺得坐在鼓上面 是最威風的 而且燈又亮亮的 每次看我老師在那邊Solo 就覺得很帥 但是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你在後面就有一股那種 音樂的那種浪潮 咕咕咕咕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 有一個大的樂團在後面 你打出來那種感覺 就讓整個音樂很溫暖 那美軍技術部裡面 士兵人是最多的 所以你必須要費盡 九牛二五之力 所以一個人要拚了大概 四五百瓶的一個場所吧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重要就是 你要靈機反應要很快 所以我一拿到棒子 我就隨時可以上手這樣 但是就是在那段時間 讓我學習到很多很多的 各種不同風格的音樂 各種不同的樂手 整個音樂 然後我們擺完 整個的… 在後面還要備版 對… 重一個… 很久了 很快過來了 應該要分開 哇… 這很簡單 以前就在這裡 來錄影 什麼節目 在這裡 とても成功 工身之一 以前我經常在那裡 客行這個地方 你就告訴我 我嗎 你唱到你了 有了 有了 我们也要谢谢财氏大乐队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也要谢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在下星期同一时间 再继续地观赏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 敬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本来只是在这个音乐的领域里面 到了电视公司以后 才知道有音乐跟视频这个部分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在这里学到怎么样面对 很多的麦克风对准我 也会有某一个角度 这个共鸣都会有影响 就牵扯到我将来后来去录音室的时候 才会知道 我原来是在台式已经学会了这件事情 那也才知道 这件事情跟平常你在外面做场是不太一样的 应该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些声音 这个音乐 或许是庙会等等都会有的一些民属 觉得是除了民谣 融合了台湾元素 我的理论就是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历史就是我 那么多年走过来的 所以我为什么打出来的时候 会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架式 我想覺得架式代表是一個語言 一種槍 這些的手名 這些都你參與有對的 高明俊 張學友 對 王傑 武思楷 武思楷 這是羅大佑 他在演唱會的時候 你看這張這樣 現在我常常在做演唱會 在演出的時候 我在Copy自己打的 然後一邊寫一面笑 這實在是 那時候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我自己也不知道 在這個時事 會造出這樣的性格出來 會逼得你一定要會做這些事情出來 現在大家會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或許是缺少了什麼東西 只是盡我一點點微薄的力量 然後讓大家能夠欣賞到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到後來我體會一件事情就是 我認為它不是一個工作 我是在享受我喜歡的音樂 音樂 音樂 YN будете送到陪伴 那现在的音乐环境 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我想我個人就是因為我長期的學習 從不會開始學 跌跌撞撞到現在為止 為了堅持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現在還在線上 在這條路上我們還能走 慢慢地走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